欢迎两位 异性严丰富 有点没有安全感了 是吧 是 一个江西的 一个河北的怎么认识的 我是去江西读大学 然后我们就一起经常 做一些活动的兼职 然后就认识了 后来就是聊天什么的 就在一起了 那现在还在江西吗 还在江西 还在读书是吧 没有 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在江西那边工作 不放心他呀 这小片里不是说了吗 异性严太强吗 所以不放心 是 有一点 就是比如说吧 有一次我闺蜜 给我发来一个截图 就是她经常会喜欢 玩一些那种 社交软件的那种东西 然后她那个截图上面 她就给那个女孩 点了爱心 那个女孩刚好是个闺蜜 就把截图发过来了 我一看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怎么还能 在这种交软件上 跟别人点这种爱心呢 而且你有女朋友的人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 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给每个人都点了 我就很无语 你指的社交软件 是指专门的交友软件 对 这不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是做自媒体的嘛 就有时候要跟商家做活动嘛 就需要认识挺多美女 做些线下的活动嘛 然后那个软件的话 也是朋友推荐的 我当时也没有想多 就下了一下嘛 然后这个工作 没有说什么约人家 出外玩啊或者是干啥的 你的解释是说 你用这些交友的 社交软件是因为工作需要 是这意思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渠道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这么一个软件去跟别人交友啊 谈工作那些 还有就是她经常就是背着我 就会去跟别人出去吃饭啊 干什么的 就有一次啊 我在家里 我闺蜜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然后照片上面 就是她跟一个女的 在一块吃饭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 我说你在干嘛呢 我想她如果正大光明 跟我说在吃饭 那我也没关系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在打篮球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吃饭就吃饭呗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那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这又是为啥呢 呃 那 4 5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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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是一个人 还有也是旅游 我们两个去爬那个雪山嘛 然后我爬到一半 我有点高原反应 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能不能不爬了 我真的有点难受了 然后他可倒好 他就拽着我上去爬去 然后让我帮他拍照片 说我们已经来过这了 什么什么的 难道你就是爬上去 你拍个照片 比你女朋友的身体还重要吗 那个是我们去爬玉龙雪山嘛 当时他说他有点缺氧 其实我们那天 带了两罐氧鸡瓶上去的嘛 我是一口没舍得吸 全部给他吸了 然后当时离那个山顶的话 大概还一百来米吧 我就想着 我们俩一定要上去嘛 毕竟来都来了 我看他状态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也上去了 也皮皮安安下来了 并没说不在乎他吧 我觉得他平时 就是对我太不上心了 然后因为我跟他以前女朋友 也是认识的嘛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会 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他 然后就会说 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啊 我就觉得比对我还好 我就觉得 我在你心里的地位 难道还没有 你之前谈的女朋友重要吗